白云冠它是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那么这个发展到现在 白云冠仍然是全政派主题 是我们现在中国道教会的一个 中国道教学会所在地 中国道教学院所在地 目前白云冠对外的活动展开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文武一道 是吧 琴起术化的 白云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它也是属于政府监管的 也有很多军队也住进来 后来这个宗教政策落实 83年以后 党的宗教政策信仰自由的落实 那么我们的很多道众 就陆陆续续就恢复 就住进来 老道长就回来了 第一个 在道教界 第八届全国道教协会 这个开会 中央领导 贾清廷主席亲自接见我们 说明了中央对 中国土生土战的 这个宗教的一个高度重视 那么这个 我们中国很多 接受了西方的事情 同时也在反过来 在我们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里面去挖掘 所以这个国学的热 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节点 和我们中国的鼓励 老百姓的这个自信心 也有一定的关系 说明了这个中国5000年的这个文化 是很优秀的 世界五大宗教的一个和和平宗教大会 基本上都会有道教的领袖参与 平常在下面 我们也会有一些 佛教的一些朋友 比如上林寺的一些朋友 这个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 这个宗教在中国是和平的 相互之间是相互尊重的 和平共处 所以这个取长 相互吸收是取长不断 正像你说的 中国呢在改革开放以后 对每个人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人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赚到钱 但同时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因为竞争也更加激烈了 所以呢它需要一种内心平衡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向古典的哲学 去学习内心的平静 因为中国的古典哲学 特别是儒家的理论 它讲究的是人内心的一种反省 自我的修养 取得人和他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和世界之间的平衡 这样的理论 在今天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可能会特别能够帮助到我们 我们进步的最大一个节目是 木脑纵歌节 就是这个 我们四个墓主 这是什么 教植物叫图腾 我们这四个墓主 各一个的说法都不一样 这横廉上的乳房呢 尊敬母亲崇拜母亲的意思 因为母亲是养溢我们 所以我们比男人辛苦一点 所以我们比较崇拜一点母性 这个基督教呢 以前我们在现在呢 一部分还是原始宗教 一部分呢是基督教 它不一样 像有些人他基督教的话 不能吃原始宗教的东西 像我两个呢 就是可以吃基督教的 也可以是信仰 我的信仰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一半是基督教 一半是信仰 那你们原来的宗教是什么 原始宗教 就是拜天拜地拜祖宗 那家万物有灵 对自然万物有灵 他有六千教友是 北京教区目前来说 最大的教堂 我们知道了 平日每天早上 也至少有三百人教友查的 文革的可能是 中国的历史 哪个教堂都要管 后来从85年开堂以后 一直到现在 这个是什么 并且这个教务是越来越 发展的好的事 根据这个文革性 西方人不太了解 现在中国就是 各方面的经济情况 尤其他们觉得 好像不是很自由啊什么的 您觉得呢 这只是 没有 现在也不存在这种现象 你看 你们具体等一会儿 迷上的时候 看这些家长把这很小的小孩都撵来了 上午我们专门 十点钟又为儿童们做一台迷赏 如果说 如果是像有些人宣传的不自由 这些孩子首先是没有自由的 和其他宗教有什么沟通吗 这种 我们经常有一期的活动 明天我就要又参加一个活动 那就是这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政府部门组织的 民众吧 有佛教的和尚 有伊斯兰教的阿宏 有道教的道长 还有这个基督教的牧师 帖主把他的真理 启示给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不但指的我们帖主教徒 包括可能其他的信仰的那些人 他们也有真理在他们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